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他的照片 它的外观呈红色 左右完全对称 瀑布的水流正好从这颗心的正中间奔流而下 作为神奇的是 在瀑布的下游竟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双胞胎村 而据当地村民说 这个村之所以多产双胞胎 与瀑布流起来的圣水有关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四面山位于重庆市江津区 距重庆市区130千米 因这里被大山四面环绕而被称为四面山 四面山全区面积近300平方千米 在这里千勾万赫 形成了世界上罕见的形态众多的瀑布奇观 每当雨季来临 上千条大小不一的新瀑布随处可见 所以它有着千瀑布之香的美誉 最为奇特的是 有一个名叫望香台的瀑布 高达158米 宽48米 是我国落差最大的瀑布 它的外皮非常像一个红色的心 被人称为天下第一心 而瀑布的水流 正好从这颗心的中间奔流而下 场景令人惊奇 我觉得那个水流起 像人的心脏里面的 在跳动一样 分动 很深动 很形象 四面山上形态各异的瀑布 从海拔千米的源头顺流而下 在山间谷地积水城湖 形成了大洪海 龙潭湖 沃龙湖等八个高山湖泊 而穿梭期间的有 大小溪流四十多条 河流的水质非常纯净 被当地居民奉为神奇的胜水 据说喝了这个水 就可以基本上白痞消除 很多人肚痛 肚痛一般是不能吃冷水的 但是这个水喝了以后 肚痛马上就好了 更令人称奇的是 在瀑布的下游 还有一个当地有名的双胞胎村 青燕村 全村一百多户村民中 竟有三十六对双胞胎 而当地人说 村里多产双胞胎 与这里纯净的水质 利不可分 因为这个水比较好 就是在这个附近 就有好多对双胞胎 双胞胎与四面山新型瀑布的水 到底有没有关系 多双胞胎 与这里的气候环境 究竟有没有关联呢 为此 记者来到了四面山 据介绍 这里年平均气温 十三点七摄氏度 年降雨量 一千五百二十二毫米 森林覆盖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六 联合国生态专家 在这里考察后认为 四面山是地球上同纬度 保存最为完好的 压热带长绿原始阔液林带 被称为天然物种基因库 在前往新型瀑布的路上 记者恰巧路过传说的 双胞胎村 青燕村 村委会负责人介绍说 在青燕村 一百多户七百五十位村民中 有双胞胎三十六对 七十二人 一般情况下 我国人群中 双胞胎的自然发生率 为百分之一 而青燕村双胞胎 占全村总人口的百分之七点六 这个数字远远超出了 全国一般水平 一个村子里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双胞胎呢 一个是这个 我们的自然资源 没有破坏 还有是个水质比较好 整年不到的省水期了 还有双胞胎 当地村民 把从四面山上流下来的水 称为圣水 村民说 双胞胎 与他们喝的圣水有关 这种说法是否有依据呢 为此记者决定走访双胞胎的父母 早上这就是那个双胞胎的家是吧 你们的小孩都多大了 一周岁 一周岁 这看起来是两个小女孩还是男孩 女孩 女孩 真可爱 这哪个是姐姐哪个是妹妹啊 你看看 这个像姐姐 对 这个像妹妹 这个是姐姐 刚好相反了 当记者向这对年轻夫妻 问起平时的饮食习惯时 他们说 平时吃的粮食和蔬菜 都是自己种的 水是来自山上的泉水 泉水通过水管 从山上引到家中 多少年 一直用它做饭和饮用 我们都是这样子 要出来都喝的 你咬一点点喝的话 这个水还蛮好喝的 喝一点看 倒是有一点甘甜的味道 比那个下面那个自来水的 喝感觉要喝喝一点 这个水好像柔和一些 当地村民告诉记者 要想见到更多双胞胎 最直接的办法是 去四面山附近的 百林中学调查 当记者来到学校时 正值学生们课间休息 在老师的召唤下 不一会儿 七八对双胞胎 就来到了记者面前 他们有的是 孪生兄弟 有的是孪生姐妹 还有的是 龙凤双胞胎 这些双胞胎 一对对稚气的面孔如此的相像 不禁令人称奇 而据老师介绍说 每个年级的学生中都有双胞胎 我们双胞胎整理情况应该是 应该是百分之二 据百林中学的老师介绍 学校里每年的新生中都有双胞胎 他们都来自四面山周边的村镇 而当地的居民都坚信 水质好是生育双胞胎最重要的因素 村民的这种说法是否可靠 它究竟有没有科学依据 是不是四面山的水中含有某些成分 导致这里的村民多生双胞胎呢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科考队深入高山湖国 多处采集水样 检测结果呈现了四面山水域 怎样的自然秘密 新型库部知名 地理通过正在播出 记者调查发现在四面山瀑布的下游 的确有一个双胞胎村 叫青燕村 而当地的村民普遍认为 村里多产双胞胎与四面山的水质有关 神奇的圣水与双胞胎的诞生 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在四面山发生的这一奇特的现象 也引起了科学家们的极大关注 前不久来自中国科学院的地理和生态专家 组成了一支科考队 前往四面山展开调查 科考队的专家认为 四面山新型瀑布的水能否治病 多生双胞胎与水质究竟有哪些关系 这些问题在科学上很复杂 但要想破解双胞胎是否与当地水质有关 这一难题 必须对四面山流域的水质进行采样 化验和分析 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为此科考队决定 对四面山的河流和生态环境进行一次全面的考察 地理中国设置组随同科考队一起拍摄 刘俊 这一片原始长绿阔叶林 在这里 众多瀑布 溪流 湖泊 点缀于苍山绿树之间 来自于众多瀑布的水流 形成了飞龙河 茶坝河 两大水系 而飞龙河和茶坝河 从海拔千米的源头 顺着山市 由南向北 汇集成笋西河 最后驻入长江 科考队分别在河流的上游 中游和下游 各选择一个取水点 采集水样 进行实验和分析 科考队首先来到了地处茶坝河上游的大红海 大红海是一座高山湖泊 它全长6850米 平均水深12米 大红海两岸青山叠翠 湖水清澈 它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深藏于深山莽林之中 那么科考队为什么选择 在大红海采取水样呢 看看到底这个双胞胎村 它和其他的这些村庄 他们在这个水环境上面 比如说它的这个水里面的这种温量元素上面 是不是有一些差异 科考队在大红海采集水样后 随后的一周里 分别在茶坝河中游和下游水域 采集了21份水样 在这些水样中 能否发现某种特殊的微量元素呢 双胞胎村的出现 是否与四面山的水质存在一定的关联呢 一周后 水样化验的结果出来了 检测表明 四面山的水除了富含 钾 锂 钾 草酸 天归酸等有机制外 其中有一样微量元素 表现特别突出 它的水里面 这个锡的这个含量 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高 实验结果表明 四面山流域的水中 富含锡元素 数据显示 这里的锡平均含量 每千克0.3187毫克 远高于我国其他地区 每千克0.2毫克的平均水平 那么 这里多生双胞胎 是否与当地富含锡的水质有关呢 锡是人体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 它在人体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生理调节作用 锡营养与机体免疫功能 抗氧化能力和抗癌作用等 密切相关 锡元素很可能有助于促进母亲增加排卵 并帮助受精卵分裂 由此提高双胞胎的出生几率 科考队的专家认为 双胞胎的诞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命基因工程 它除了与遗传因素直接相关外 还与妇女生育年龄 食物 居住环境等因素有关 其中并不排除锡元素长期通过食物进入人体后的作用 据介绍 此前科学家对四面山的土壤进行了采样分析 发现这里90.21%土壤复锡 适合于生产复锡农产品 其实我们就发现从土壤这一块来看 将军本身就是一个像锡和锡元素 相对而言相对重庆和周边地区而言 它都是非常富极的这样的一个地区 它的土壤里面的锡和锡的 特别是锡的这个含量 都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 四面山盛产复锡大米和其他农作物 专家们有此推测 青燕村之所以多产双胞胎 很可能与村民长期食用寒锡的大米 大豆 茶叶和野果有一定的关系 此外 四面山所在的江津区 之所以成为中国长寿之乡 除了这里良好的气候环境外 当地的土壤水和食品中复锡 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考察是此 令人好奇的是 四面山地区的水中为何含有高出普通水平的锡元素呢 科考队在调查当中还发现 四面山的瀑布数量特别多 落差也很大 到底是怎样的地质运动造就了这种独特的地质环境呢 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瀑布集中分布在这里呢 科考队的专家认为 只有揭开当地的地质变化的历史 才能够找到破解这一个个疑问的钥匙 在向导的带领下 科考队来到了四面山最大的瀑布 望乡台瀑布 向导说 这就是村民们此前所说的那个奇特的新型瀑布 这个巨大的瀑布高达158米 宽48米 比著名的贵州黄果树瀑布高出一倍以上 它是目前我国落差最大的瀑布 被人们称为华夏第一高瀑 静观瀑布 白瀑环空 赤若天河绝下 水声如雷 震山旱谷 腾起的水雾如滚滚征沉 远观瀑布 因距离和山沃的作用 若隐若现 颇有些朦胧之美 从瀑布背后的栈道 由内向外看瀑布 河水像突然断裂的玉帛 汹涌滔天 倾泻奔腾 如银龙扑海 耳翼沉雷 整个身躯已融入这飞流池下的动感之中 在望乡台瀑布前 科考队遇到了前来游览观光的很多游客 他们对望乡台瀑布 磅礴的气势 发出了由衷的赞叹 人们好奇的是 在四面山 如此巨大的瀑布 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考察队发现 这里的山体多为厚层的红色沙岩 他们在经历地质挤压后 呈现出近水平的层里 随后经过地层的抬升运动 形成了落差较大的梯层平台 就间歇性的抬升的三次 本身形成高差 然后呢 在后面 比如说这个 它的这个油水的作用度下 进一步的加剧了这个高差 使得咱们这个就是四面山 它的这个瀑布的这个高差 可能显得就是特别的大 相对于其他地方的这个瀑布来说 就特别的震态 科考队进一步考察发现 四面山的整体山势南高北低 最高峰海拔1700多米 最低处海拔560米 落差较大 这里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 年降雨量约为1522毫米 巨大的落差和丰富的降水 为瀑布的行程创造了条件 专家介绍说 四面山瀑布的行程 要追溯到一亿年前的 喜马拉雅造山运动 由于地壳运动 这里的地形经历了 三次间歇性的抬升过程 三次停顿 三次错位 使它形成了地球上 罕见的T级平台地貌 所以三个因素吧 一是这个抬升的 就是早期的地球内力 作用的抬升 引起的这种差异 第二个是流水的侵蚀 第三个是后期不断这种分化 刘博士说 正是由于地质多次抬升 地表水流有着较强的切割能力 加上悬殊的地形高差 形成了望乡台 这样落差高达150多米的巨大瀑布 但考察至此 还有一个没有解开的疑问是 望乡台瀑布 红色的 极对称的新型奇观 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它为什么会呈现出 比如说一个像新型这样的 它有两个要素 就第一个要素 就是说 周围的这个植被 要非常好的把它围合成 那样的一个弧度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说在这个新型的顶端 它不是得有一缺口吗 那么它上方的这个 V字形的这个孔呢 就正好是 这个望乡台瀑布 飞溅而下的地方 刘博士说 正是这个V字形出水口 成就了望乡台瀑布 绝妙的 非常对称的新型奇观 由于望乡台瀑布 背景为红色的悬崖峭壁 在单崖之上 V字形出水口 长期被流水侵蚀 不断加深加宽 这个V字形的形状 就正好就使得这个红 就是红星的这个形象 更具有具象化 有这么大的瀑布 正好从这个红色的 这个星中间穿过 就像心理流动的 这个血液一样 对 就是给这个公众 就是给老百姓 就是给大家 有很多的这种 狭想的这种空间 望乡台瀑布 以红色崖壁为背景 原始森林为依托 红崖 绿林 白铺 融于一体 天然地构成了一颗 全世界最大的 红色新型瀑布景观 被人们称为 天下第一心 这一天然而又巧合的景观 也成了当地结婚的新人们 拍摄婚纱照 最终情的场所 每年不分春夏秋冬 很多情侣们 都会专程来到这里 拍下甜蜜的爱情照片 在瀑布 湖泊森林间 留下爱的见证 据介绍 在四面山 像望乡台这样的 巨大瀑布 有83个 瀑高在20米以上的 有110多条 每到雨季 丰沛的降水 在山里形成了 上千条 大小不一的瀑布 这些瀑布 倾泻激荡 轰然明昌 数千米之外 都能感受到 它们的气势 四面山 因此有着 千瀑之香的美誉 但四面山地区的土壤 和水中 为什么会含有 高出平均水平的 西元素呢 刘博士说 它与四面山 特殊的地理位置 和地质变迁 密切相关 四面山地处 云贵高原 和四川盆地的交界带 历史上 地质活动频繁 这里的地形 经历了多次 抬升和错位 而富含 西元素的岩层 在一次次 剧烈的地质运动中 出路地表 在当地多雨的气候下 土壤中的西元素 慢慢渗透 并融入了河水之中 就是因为 我们这个地方 它的水多 它长期以来 就是跟着那个流水 然后把它带出来之后呢 它们的水里面 的西的含量 确实相对来说 要高一点 独特的地质活动 导致四面山 独特的水质和土壤 刘博士说 通过这次考察 尽管并不能得出 富含西的土壤和水 是导致当地 多产双胞胎的结论 因为双胞胎的产生 多有遗传因素决定 但是青年村 这么多自然生双胞胎 一定受到了 某种环境因素的影响 对于科学家来说 人的生命和基因的延续 究竟在多大程度上 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 仍是一个难解的课题 它也给人们留下了 丰富的想象空间 这一难题 必将吸引更多的科学家 不断去探索 未知的生命世界 在考察中 当地人告诉科考队 他们的先辈是八人的后裔 先辈们一直把这些 来自天上的水 封为是圣水 只有保护好这些水源 才能够保证 子孙后代的繁衍 在专家看来 四面山良好的水质和生态环境 是这里成为 全国少有的几个长寿区之一 大自然的灵秀山水 往往会孕育出 人类生存进化的智慧和文明 人的生命与自然之间 还存在着哪些未解之谜 更有待我们进一步去发现和探索 好 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村